屏东县长潘梦安则是和国际级的巧克力大赛主席来进行视讯记者会 并且宣布2019世界巧克力大赛亚太区活动正式开跑 这次围棋一个多月的巧克力竞赛 让在屏东来举行 也希望参赛者可以制作出图特的巧克力 更希望透过竞赛把屏东的可可推向国际 2019世界巧克力大赛亚太区将在屏东来办理 15号屏东县长潘梦安透过视讯的方式 和ICA巧克力大赛主席共同启动竞赛 世界巧克力大赛从2012年开始举办 将全球分为美洲区亚太区比利时等十几个区域进行评选 选出区域代表后再进行全球决赛 巧克力大赛的评审团也由巧克力专家食品家等组成 希望透过他们的专业能力选出该年度 独具风味的精品巧克力 屏东县政府非常荣幸的在水準保持局 包括各队的协助指导之下 连续第二年来主办世界巧克力 更让我们的业者可以跟国际的交流 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亚太区竞赛 在长期推行可可地的屏东来举办 除了希望参赛者能利用可可的差异 制作独特的巧克力外 更希望透过竞赛把屏东在地的可可 推向国际 记得苏世伟屏东报导